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狼哥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的话行情不太好 市场的话也是比较的冷清 其原因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的数码博主已经有说了 在这里的话我就不都说了 现在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苹果的赶板 还有华为更上星的 走吧 let's go 首先要说到的是iphone xs max 256g的赶板 其实赶马跟国汉的是一样的 都是支持双卡 除了赶马跟国汉的之外 像外版的都是支持双卡 xs max这款机器是18年发布的一款旗舰的机器 搭配的是6 5英寸的屏幕 电池方面的话也搭配了3174行的电池容量 待机方面的话也是挺不错的 虽说搭配的是s2的处理器 但是在运行上还是比较的流畅 作为主力机用个两三点还是没问题的 像这样比较亮的橙色 我也是3 2可以拿下来的 说了iphone xs max的大屏机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iphone11这款机器iphone11这款机器的话 搭配的是a13的处理器 6 1英寸的lcd的屏幕 很多的人应该都知道iphone11就是iphoneX的升级版 在外观上基本上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不过在后置摄像头上面iphone11做了改变iphone11支持后置双相头 然后对于很多喜欢拍视频的小伙伴来说 他支持一个超广角的拍摄模式 拿在我手里这一台是128g的感版支持双卡 这个的话也是3.2可以拿下来的 说到三星骆驼系列 就不得不提这一款三星骆驼爱宁 首先骆驼爱宁的话搭配的是6.7英寸的屏幕 并且配备高通骁龙865plus的处理器 这一台的话也是一台感版并且支持双卡 在电池的需要上采用的也是4300毫二十的电池容量 如果要去跟骆驼爱宁又去对比的话 我们都知道骆驼爱宁又的话搭配的是1亿的后置摄像头 而骆驼爱宁的话搭配的是6400万的后置摄像头 骆驼爱室是8加256d的内存 这是一台纯原装的机器 还支持亲密 并且屏幕也没有老化的现象 如果是3000亿左右的预算 又想体验5G网络 那么这款机器的话可以满足基本的需求 说完了三星 我们再来看一下华为卖的四年卖的四年搭配的是6.5英寸的屏幕 采用的是4200毫二十的电池容量 手里拿了这一台是8加128G的内存 并且支持5G网络 处理器方面也是搭配还是709000亿的芯片 虽说这款机器搭配的是9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 但是在运行的流畅度上依然不会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如果有4700左右的预算 又想体验5G网络 那么这款机器的话还是值得考虑的 并且还可以升级鸿蒙系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当时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还想要了解什么数码行情 请在评论处留言 点赞关注火轮哥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